新北市长选举公办证件发表会今天登场了 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跟民进党候选人林佳龙是同台来辩论 备受关注交锋的话题就是两位到底是不是专心的爱新北呢 侯友宜被问到是否会挑战2024总统大卫 他就再度重申说会活在当下好好承担 林佳龙则是抨击说侯氏风格就是答非所问 就像是达陆基不断的跳针听不懂别人的问题 难得擦出火花证监会上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和林佳龙终于同框 不止市政议题针锋相对两人政坛宣崖何去何从成为焦点 看过我的同仁出去了跟我站在一块走了 我就这样子每天活在当下好好的去承担我现在拥有工作的责任 人家问你啊这个如果选了市长之后会不会要去选总统 就yes no嘛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子绕了一大圈像达陆基一样 紧扣着对手侯友宜可能半路落跑选总统林佳龙媒体都把握机会 蒙彩红友宜痛点 其实侯市长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朱立伦一个是蔡英文 几乎都是当时朱立伦当市长的时候所建立的 可是你很少提到他 给他辅导啊这个都是大家有目共睹都很清楚的嘛 而且新闻稿已经发过好多次 也希望嘉隆先生不了解没关系啦就多看看 反向林佳龙对新北不够熟 侯友宜这番话缩的酸溜溜不止证件会上两人打的猛烈 林佳龙打着巨头半年市长标语想打看板战 却屡遭市府巨挂 选举都是一时的 法律还是要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做吧 当然要按法规来啊 这是不是废话吗 悬战倒数不到两个星期 新闻市场候选人首度交手 尽管只是证件发表 也终于为新北冷冷的选情激荡出一点暖身效果 谢谢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